樂園公共衛生部門最新報告顯示 今個月已發現435名確診白日咳病人 還有近400宗疑似病例 整個加州超過5300人患病 由於白日咳傳染性極高 而學生即將開學 為了防止疫情的大事蔓延 樂園學區為符合條件的學生提供免費疫苗 樂潛基縣公共衛生部門的官員說 性肺南多谷和南灣地區的學校護士 發現了白日咳的病毒菌 現在很多學校都要開學 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白日咳 令到全加州人都感到擔憂 由於加州白日咳的疫情持續蔓延 樂潛基聯合學區將會在一系列診所 為學生提供免費的疫苗注射 符合注射條件的學生是白卡的持有者 美國原住民血統以及沒有保險的小朋友 樂潛基縣公共衛生部門表示 樂潛基縣今月已發現了435個被實驗室證實的白日咳病例 另外還有386個懷疑是白日咳的病例 白日咳可以通過疫苗接種來進行防止 但一些家長就不讓他們的小朋友接受疫苗的接種 學校都要求兒童在入學之前打預防針 而且建議6個月大的嬰兒 以及2歲和4歲的兒童接受預防針注射 根據加州公共衛生部門提供的訊息 截至7月8日已發現了5393個白日咳的病例 比去年數字多了一倍 拉丁於一歲以下的嬰兒最容易感染白日咳 64% 10至17歲的白日咳感染都是未成年的白人 天牙衛視編輯報導